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惊吓目前第15次协商说再破局 陆方现在是先留在金门 但是还是坚持台湾政府要给个交代 其实从昨天第14协商开始 14次协商说在下午大概是3点多的时候 台湾这边都想说 怎么都没来 已经开始准备东西东西 要走的时候突然之间接到通知 说等等3点多的时候要开会 这会议开下来之后发现问题所在了 原来就在这两个字 叫做碰撞 好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在台湾方面现在认为 这个碰撞跟大陆方面所强调的恶意碰撞 两边对于名词解释上 语词的用词上面有落差 所以乔布楼没共识 还委会强调的是 怎么能够说我们是碰撞 恶意碰撞 我们语法有据 他强调对岸是 来了三无传播 所以我们是依法取缔的 所以内文里头他们打算 只字不提 而明年即将在立法院这边的专案报告 也同样的状况 就这样咯 我们是与法有据的再取缔 同时陆委会这边 强调大陆方面应该要正视 第一 你们三无传播 一直以来问题都在 你们为什么不自己管一下呢 第二 两岸其实在这些年来 我们在这一边的海域上面 能够好好彼此相安无事的进行 应该要珍惜呀 珍惜这样子的一个 两岸之间长久以来 所执法累积的成果 好啦 所以呢 现在协商已经第15次了 没有办法谈下来 事情已经要半个月了 还没有办法让大家了解真相 明天立法院这边希望 就请海维会主委来 你如果有那么多资讯 你告诉我们到底真相是什么 细说从头 不过民进党这一边 已经有大动作 决定要来假动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们觉得说呢 他们希望能够尊重 赵伟的排安全 但是 为什么在这一次 管碧玲会很坚持 那个专案报告 就是不能写碰撞 原因就是因为 这不是撞传案啊 因为呢 管碧玲讲了 如果说呢 要直接这样讲的话 他觉得说 会让我们失去立场 他是有原因的啊 尊重赵伟 但是我们必须要 一样挺管吗 管碧玲到底 那国民党这边 当然就讲啦 不对嘛 你这个就是藐视国会嘛 这个就是立委的权限 专委的权限嘛 必须公开套窃 不然的话呢 我们难以维护国会尊严 好两边就这样子 杠来杠去了 而民进党这边再次强调 不是啊 你们上一次 在讲实案报告的时候 韩国瑜那个时候 也有修改题目啊 所以表示 屏幕不是真的 那么硬邦邦 不能改嘛 管妈讲的 说我愿意接受指责 但是我要挺我的 海巡弟兄 我听起来也是 正气凛蓝 到底明天这场戏 会如何上映 大家都在看 郭正亮的看法是 这其实 不只是在讲 这起事件而已 他认为更多的是政治 他是这样看的 他说 管其实呢 先前很多人在讲 他是不是 因为长期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啊 他想要当个教育部长啊 现在其实 他可能更想要什么 赵天廷退了啊 他可能更想要的是 选高雄市长 所以一直以来呢 他可能不是那么想要 把这件事情 完全的谈下来 为前提 而是说呢 希望让大家知道 统独对撞 这个呢 可能才是他想要的 名场面 所以他直接讲 未来他的观察 会有场大戏上演 而这些人在玩的是 政治啊 他们在解决的 可能不是真正的争议 徐晓星呢 其实昨天呢 在我们节目上也讲了 他说 你讲了这么多的内容跟事情 你再强调 没有画面 好 你真的没路 我们也认了 没画面 我们也认了 但是问题是 雷达资料一定有啊 那为什么不公开呢 啊 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船什么时候加速 什么时候停下来 对照送医的时间点 这些其实 会有很多的细节 让我们知道啊 那你们这些都不讲 其实我们讲这些 想要保护海巡弟兄 告诉大家 他们的执法内容 基本上他们也很辛苦 但是 为什么都不说 关心这件事情 就说是中共同路人 还是其实你们自己关心的 只有你们自己呢 说辞反反复复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呢 认为这才是金门事件 危机所在 因为呢 是想要让这件事情 尽管落幕 还原真相 还是其实 你也不那么在乎 因为这件事情 他正在上演当中 可能某些人可以 从中得到更多的政治效益 要怎么样来看这件事 回过头请教一下 波基哥怎么样来看 原因是因为 今天第15次协商了 那基本上呢 又再次破局了 两边 陆委会的人下先回来 明天 内政委员会要开会 但是 前线在谈 到底谈到什么时候才会有结果 只要这个所谓的谈协商的这个平台 没有中断 我想这个协商还是有意义的 只是说 在这个所谓的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当开始做这个所谓要求 管毕临主委 包括陆委会主委等人 开始到这个委员会去针对这个议题 做报告的时候 却冒出一个所谓的名称的问题 会议名称 我必须讲 很简单 我们就依法 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 这是一条法律 这是立法院立的法 它第四支一条就规定 各委员会之议程 应由轮值召集委员决定之 是应由不是什么德 不是德 不是行政部门可以干预 就是召集委员的权限 吴思瑶委员他提的这个所谓的 那个院会的专报这件事情 当初是国民党在朝野协商 提出这样的一个名称 那因为是在朝野协商的这个局面 所以民进党团表达有意义 而最后由韩国瑜说 那不然这样 为了让朝野协商能够成功 来双方各退一步 所以才做了一个修改 所以因为吴思瑶提了这个 就更凸显管碧林主委 他的这个举措的不适当 怎么说呢 你吴思瑶都说 对 要改 是韩国瑜裁定的 那你这个事情你怎么没有 民地长怎么没有 去要求朝野协商 没错 所以关键就是要朝野协商 朝野不一样 好 那明天要假动 不管蓝不管绿 假动的用意为何 蓝军目前看起来 看他们的好几位委员都说 是要提案要求管碧林道歉 也就是说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 他们会要求管碧林 先针对他这个 包括去对这个议程的名称 这个指手画脚 什么样的态度 藐视国会这样的模式 去要求谴责并道歉 那对于民进党来讲 他假动的用意为何 那就很奇怪 请问民进党在内政委员会 有几席 6席 国民党7席 再加1席 民众党 理论上明天合理的逻辑是什么 只要会议开成 高精委员在上面 6个国民党 6个民进党在下面 就算民众党的麦玉珍委员 完全不表态 好 赞成反对平手 所以高精委员的决定 就决定了一切 理论上是这样进行 民进党表 那个假动的用意为何 我看他们是要杯葛意识 就是围住管吗 不是 他们是要把主席 还占领住 不让你开会 连开都不要 不开会是个怎么样 进入协商 我们在委员会常常会有那种 会议就中断 你没有办法开始 然后逼着两边党团总组就出来 好 我们下来瞧一下 然后最后瞧一瞧 好了 会议名称改一下 然后你们我也 就是说绿营也同意你们谴责管吗 但是我们会议名称改一下 各让一步 所以这个就是立法院里面 议事攻防的技术 所以很有可能明天会有上演这个 但不知道会不会 到时候可能看 叶元智委员怎么样在现场表现 说代表国民党有没有什么样的战力 可是我必须说 现在管碧林主委 跳到风头浪尖去表演 我觉得这是一场政治表演 当然其实你知道 比较好的模式是什么 如果今天海巡弟兄 因为前线在谈判 所以他希望立法院 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 能够用比较中性的模式 来描述的时候 你不需要发函 你可以直接 那一天高精委员也在立法院 管碧林主委也在立法院 要么是用个电话或怎么样 跟他讲一下我们前线协商的难处 拜托这个高精招委 高台贵手 可不可以题目稍微做一些调整 不需要变成好像脸书在那边 就是对峙 所以明天你会看到 国民党跟民党怎么对峙 可是有没有人有智慧 把这个议题化解 不要让在前线 我们前线还在协商 而且我说实在的 海巡从头到尾从没有碰撞 到有碰撞 到司法机关说有碰撞 到我们所有人看到那个船上面 就有碰撞的痕迹 到现在他们说没有碰撞 这太荒谬了吧 那事实就是事实 碰撞本身是一个事实 谁撞谁是一个 所谓要去重新认定的 那我们也没有 这个报告里面说什么 金门撞船案 也没有说谁撞谁 所以我觉得今天 当然大家可以 就比较理性的去讨论 不需要把什么议题 都变成是政治攻防 可是现在立法院的席次 跟立法院的事实在 很可能什么都要对撞 那这个对撞模式 对谁有利 这就是看说 如果这个事件 他们要的其实不是真相 他们要的是 民进党要的是 操作国民党亲中 你们都在帮中国大陆讲话 他们要做的是这件事情的话 那就很可怕了 因为不止这一题 我们后面还有一题 叫做陆佩的身份取得的问题 现在民进党全面性的 要把亲中贴在 继续贴在国民党 以及民众党的身上 这样子 民进党可以永远维持 所谓本土第一品牌 而他那四层稳定 选上总统的这个能量 就能永续继续的来维持 所以我想这个议题才是 这个本质 这些什么会议名称 这个都是小事 这是小细节 但升高到两个政治力量的对峙 我觉得是很没有智慧的 所以呼吁两边 不管国民党民进党的党团 好好用智慧来化解这个议题 其实对于百姓来说 或是对于家属来说 他们想要什么 想要是一个真相 想要是当时事发到底 怎么样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主题巧心也告诉我们了 基本上 不是完全什么证据都没有 公开是我的证据 但是海巡海伟 你们到底有没有真心的 想要让事情给解决 回到明天来夜圆支 明天听说你们早上 也会先假动一下 明天进到内政委员会来 大家就是在看了 到底是解决问题 还是 其实双方基本上 现在是用政治的方式在做事情 那真正得力的会是谁 那人民能够得到什么东西 因为民进党现在就是要用 政治问题来解决 所以国民党也不能不应应 其实 管碧琳他针对明天报告的名称 这个事情是一个 我觉得是故意的 因为刚刚波及讲很清楚 他的专案名称叫撞传案 其实算是中信 因为过去金门地检署 也告诉大家说这个传碰撞 有撞传案 没有别的意思 但是民进党现在就是说 你讲撞传就是站在对岸的立场 然后就开始跟你吵 我要还原一下 就是说过去立法院也不是说 没有过 就是招伟排的专案报告的题目 行政机关有意见 然后后来有改的过 也不是没有过 可是之前是怎么改你知道 之前是他们行政机关看到名称之后 会先去跟招伟的办公室沟通 说你这样子可能对我们 有什么政府有什么影响 可不可以改一下 就是说可以私下沟通的 那有的是招伟那边如果沟通不了 还会找到党团 党团沟通不了 草野协商 通通通都是私下进行的 没有人是不跟你沟通 直接发脸书 骂立法院的 从来没有过 这个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管碧琳不想沟通 他就是想把这个事情 把它升高到蓝绿对决 政治对立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掩饰他的无能 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管碧琳他 其实他 我觉得他的做法或对外发言 他也是不断在修正 一开始的时候 他自己也承认有碰撞 不是吗 他不是讲说 我没有要掩饰碰撞 我不是在第一次脸书 发文就有写说 第三人责任险吗 那个时候就是说有碰撞 所以他过去的发言是有 隐含的他承认有碰撞这个事 可是他后来就不承认有碰撞 明天他要给内政委员会的报告里面 完全没有提到碰撞两个字 完全没有 他就是要把这个事情掩盖过去 然后他前几天 他自己有提到说 全案要朝向过失致死的方向去办 他现在也说他没有讲过这个话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转变 一定是他观察这几天的风向 对他不利 他觉得说 如果他再继续这样子 这么的诚实的话 网络的舆情 或者是民进党的压力会很大 所以他开始拗了 那开始拗 那怎么样去面对他 之前的反反复复 很简单 只要把他吵到说 国民党找他麻烦 蓝绿对决 国民党跟中共在一起 不爱台湾 好 这个 管毕林的责任就没有人care了 这个过去民进党一贯的套路 你不以为陈建仁现在也是吗 他在立法院 只要是国民党的质询 人家质询A他回答B 人家讲一句他回答十句 就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他用这种方式 他就可以回避一些 他答不出来的问题 现在就是民进党这样 所以国民党为什么 现在说一定要推一些 比如说 藐视国会法 或者是说听政权这些 就是我们选民会认为说 你们人数比较多 你能怎么样 除了打架之外 你能奈他和 你看拐毕林那个嘴脸 陈建仁那个嘴脸 好像你也不能怎么样 如果国会有改革的话 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所以我觉得 当然我们要硬起来 法律的支持 补助的权力 还是够的 明天 当然就是会针对这些问题 做讨论 所以还是会 你们会互助主席台 让会议能够进行下去 如果有的话 当然要互助主席台 OK 好 那有办法 因为听起来 刚刚波及哥把我们分析一下 人数上面并不是完全的弱势 但问题就是态度上面 你能不能够拿得出来 因为大家一直以来 都觉得在立法院里面 好像国民党的战力 始终是不如民进党 请教一下毛哥 你怎么样来看 立法院 当然如果他们看热闹 不嫌事情大的话 明天管碧琳的出招 就是你要我讲什么 我偏不讲 立法院给我定了题目 你算什么东西 过去八年 民进党什么时候 尊重过国会了 游席坤是什么人物 苏家全什么人物 这种立法院长 配合着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大家不过就是分预算 分案子而已 你过去立法院 这八年 到底进行了什么好事情 今天这个看热闹的主角 如果变成是海委会的 管碧林主委 我们就觉得国家很危险 因为这个事情从一开始 会闹大 闹到不可收拾 到现在大家觉得 好不容易有个 启动的协商机制 能不能化危机 微转机是看智慧的时候 你还在用看热闹的心情 来处理政治事务 你现在办案跟协商都变成 政治领导办案 没有专业可言 然后对错也变成政治 来决定谁对谁错 就是护短开始 你一开始就说 这个是他自己 甩尾过弯翻船 死了两个 地检署就告诉你说 不是啊 是有碰撞 那这个碰撞谁大谁小 谁动力大谁动力弱 谁敢不敢去碰谁 这个用正常智慧 幼稚园智慧就判断得出来的事情 可是说如果我们从不诚实的开始 去引出了后面的问题 那对错真的重要吗 我们有要还原对错吗 我提醒大家一下 明天北京是要开始开两会了 两会当然是很多国家大政方针 那会不会包括到 敏感的国际议题 地缘政治 那地缘政治如果要谈到的话 包括我们知道 从王毅跟这个美国国务卿 他们在慕尼黑潭的安全会议里面谈到的 台海已经被等同于红海 甚至乌克兰等级的注目的程度 这个事情会被放大 还是会被怎么样 我想可能在内湖的AIT 会比在立法院的这些表演 取向的立委诸公们 还有民进党的政府官员们 都还审慎看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 非常荒唐 非常不讲对错 然后你不知道这个会引爆多大 区域危机的一个事情 那你如果说我们先不谈那么大 你来谈一下明天的立法院的状况 你就可以发现 民进党的执政 他真的能够昧着良心来 也就是说你今天知道 官员到立法院是应邀背袭 讲好听叫应邀背袭 说实话叫宣你来见 你就犯错了叫你来报告 然后你海巡的也要来 你相关指挥体系的人也要来 那你民进党不敢面对问题 却把问题扩大到不可收拾 就不用收拾了吗 大家都在看 好大家都在看 明天的这一场硬仗 大家都在讲了 这有可能是一场戏 但是更多百姓希望的是 当已经把所有的官员全部叫来 然后希望能够更多的事实证据 来告诉我们还原当时的事情 希望这个协商两岸之间 能够让事情好好落幕 不要让台湾有更多不可测的未来的时候 到底这些官员能不能了解百姓想要的是什么 我们先进广告 等等会来继续说 同时可以说 感谢观看